小英總統 穿了新款湖水綠色競選夾克 胸前印有蔡英文的英字跟2020 小英總統拼連任 9月1號上午授證給各縣市競選幹部 下午授期給百公百業後援會代表 只是蔡振英要宣告競選隊伍整隊完成 卻不對外公開 我們關起門來 自己好好來研討就好了 不必讓國人覺得說 好像選戰又開始了 這段話是不是有意思講給韓國瑜聽 沒有沒有我們是自我要求 前副葛魁林喜耀以及洪耀福審發會 是小英2020選戰操盤手 民進黨中央也調整人事佈局 林佳龍愛將楊一山接任新聞部主任 周江傑專任發言人 對手韓國瑜的團隊也整裝待發 韓半發言人何庭歡主攻直播 為韓國瑜闢謠和美白 韓正英也兵分三路強化揭壁攻勢揪出民進黨和陳菊市府的弊案 國政顧問團端出政見牛肉的同時 韓北部進貸鎖定監督柯文哲 中央黨部立法院黨團鎖定監督蔡英文 國民黨十四執政縣市首長出任韓國瑜的競選主委 韓國瑜再度奮起要帶領白韓力量決定大反攻 記者楊市區邵玉敏台北彰化報導 免得要帶領安排